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她确定要缺席了 陶子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她看尽了电视圈的变化了 那么另外呢 在女主角讲的部分 以一马轻入围的杨锦华 是第四次的入围了 呼声非常的高 但她要面对的是同剧新人演员 林于涵 实力老将林嘉丽 还有李千娜 柯家宴的激烈竞争 我就是一个 不管什么事都必须取得成功的 必取女人 饰演旅行社金牌业务 柯家宴在电视剧必取女人中 不管是在事业还是爱情 强悍控制欲一样不能少 这样 巧情 巧良 巧男 人 戏里什么都要得到 但戏外的柯家宴 却少了娇纵的霸气 因为蔡桓真这个角色 跟柯家宴的个性天差地缘 我跟这个角色的个性是 两个极端的女性 所以像蔡桓真她最需要的是 女人味跟死心 刚好我本人其实还蛮缺少这两样的 这部戏是柯家宴出道十年 第一次入围金钟奖 开始在表演里面得到别的乐趣 或是说成长 有其他的收获 就不会再去想说 我一定要入围 只要我们再穿着 不管多远 他们都会飞回 相较于柯家宴 杨锦华的拿奖之路 似乎坎坷许多 孤单鬼又怎样 一个人住得逍遥 那有什么不好 从拜全女王到女王的诞生 都会女性升职人心 也都入围金钟女主角掌 不过都只有陪榜的份 这一次历史剧一把亲 杨锦华展现内敛 又深刻的动人演技 师娘这个世大体 却又渴望平凡的生活 如此压抑的角色 让她入围第四次金钟奖 但对于得奖 她不挂心上 只觉得把功课交出去了 就是我已经把功课交出去了 我把我的一把亲 交给了曹岛 交给了上帝 所以剩下的就是 交给其他人 谦虚回应 但这一次还得跟 同剧新人演员 连于涵相互PK 形成自己人打自己人 自己心中的女主角就是师娘 对 我自己心中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看到师娘得奖 哪有好 哄一声什么都没有 是我还有知觉 认定了就去爱 新人演员连于涵 饰演内向单纯 却充满勇气的女学生朱青 为了追爱不顾一切 嫁进空军村 不顾随着丈夫的事事 她的内心转折也跟着掀起波澜 对新人来说角色反差非常大 以黑马之姿挺进最佳女主角 更同时入围最佳新人 你的梦想有我吗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就是住在你盖的房子里面 同样是偶像派演员的李千娜 曾经得过第47届金马新演员奖 这一次是第二次入围金钟女主角 在剧中李千娜饰演的何轩 冒着气喘的风险 勇敢追爱 演技令人动容 但这几位还要面临演技派的林佳丽 我真的觉得我好失败 我就感哭了 我感觉 而且是让在护理上所做的都白费了 细腻演技充满爆发力 林佳丽饰演护理师沈方吉的故事 就像是把自己的人生历练 投射到剧中 我会去拿捏那个情感的收放 到底要什么样的程度 对于观众来讲是好的 把无助彷徨放弃的心境 发挥得淋漓尽致 深刻感受到身为护理师的高度压力 五位入围者都没拿过金钟影后 其中杨锦华 林佳丽算是金钟常客 而林余涵 柯佳燕 是首次参与金钟的新面孔 李千娜则是二度入围 五个人演技实力兼具 就看谁能获得评审青睐 TVBS新闻 庄佩文林指挥台北报导 而金钟角男主角项目入围 就不乏年轻的实力派演员 去年拿下了迷你剧集 男配角的吴康仁 以及王传一 邱泽 都现在台湾戏剧界数一数二的了 而邱泽也是双料入围 戏剧节目以及迷你剧集的男主角奖 逐渐评审对他的肯定 一分队带出去 全面 这场出来谁自己负责 你带出去 没带回来的可多了 还说 披上飞行夹克 吴康仁饰演空军分队长郭震 经历一场生死交关 努力克服心中阴影 你不理我 我每天就在你校门口等你 白天等 晚上等到天长地久 用完事不公的态度 压抑内心的阴霾 强烈反差 入目三分 不管是对同袍情谊 还是勇敢追求爱情 都充满戏剧张力 你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 你结婚 我就去拆散你的婚姻 你试试看 漂泊灵魂找到导航塔 吴康仁在戏中敢爱敢恨 轰轰烈烈 跟过去的表现相比 在电视剧一把亲 不只演技被彻底释放 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融入戏中 就是跟我说不要演 康仁不要演 你现在就是过真了 才刚拍第一场戏而已 导演不希望你准备太多 他希望你去感受当下的东西 感受场景 感受其他的演员 感受那个台词 为戏磨练演技 甚至为了让观众更入戏 吴康仁苦读国语日报 矫正发音 去年金钟双料入围 拿下迷你剧集 男配角奖 今年角逐影帝 吴康仁笑说总算交差了 入围对我而言 就像是给炒到一个 一个功课上 感觉好像交差了就是 希望对他有点交代 入围就是肯定 但吴康仁这回遇上最大对手 就是自己的好朋友邱泽 婚姻就像是一张合约 谁违约谁付违约金 对不对 那为什么现在违约的人是他 不是他的配 是你的配 临牙俐齿一抓到对方弱点 就会毫不留情展开攻击 秋泽扮演离婚律师 演技大挑战 今天他说爱 明天他会找律师告诉你 到最后 你打离婚官司的律师费 都要你买单 因为这次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律师 所以他有很多的法律条文 或者是还有一些长镜头 就是one take 可能三分钟两分钟的长镜头 在台湾 每平均生产一度电 都必须排放0.637公斤的氧化碳 你一个人制造的是2.3公斤 1年将近150公斤的空性污染 你好意思跟我说0.88度 听起来还好 台词连出炮还得一镜到底 考验秋泽的记忆力跟演技 还有跟柯佳叶伴嘴对戏 也是一大亮点 男人让你天经地义 他们真的不懂得反省这两次 应该怎些 总是以为像他们这种 受男人欢迎的女人 却被女人讨厌的女人 才是真的女人 无名其妙 秋泽出道14年 首度入围京中 被肯定固然开心 但秋泽心中 却有更看好的人选 应该是吴康仁吧 怎么说 不知道我还蛮喜欢他的表演 我给好朋友知道吗 直觉是他 对 Bitch刚博我看了以后 我就很恭喜他 我说你演得真棒 对然后我就说 就开玩笑的说明年见 开玩笑 去年我就这样讲了 然后他说是吗 是吗 哥良好今年同时角逐影帝 真的印证那句明年见 不过其他竞争者演技也不俗 篮杆并没有攀拔的痕迹 而且也没有留下犹豫的足迹 沉湿的位置也不对 这该怎么解释啊 比较多了 鸡血伤脑为重生 这些肉 罕见的遗传性疾病 目前为止 你不要刻意 演过35部偶像剧 王船一不是第一次入围京中 却是第一次入围影帝 摆脱偶像包袱 全是小脑萎缩症患者 狠甩万年男二的封号 还有派MV出色的傅孟博 入行五年 首度挑大梁野男主角 就要跟实力派偶像竞争 另外身接目前幕后的善成举 也是实力不凡 年轻演员当道竞争激烈 今年金钟影帝 算是一场偶像实力派的PK战 TVBS新闻 李伟华 沈锦阳台北报道 在看到能唱能跳的韩团男星 常常都被人家讲他们是小鲜肉 好像靠外表一样 但是智商很高 这就不容易了 男团Bubby的成员普京 在韩国一个意志节目 问题的男人里面 常挑战非常难的题目 最近又通过了全球天才组织 门撒会的考验 成了成员之一 长得帅气可爱 他是韩国男团 LockB成员普京 不过比起唱歌跳舞 他的大脑智商更让人惊艳 因为他是韩国节目 问题的男人的固定班底 主持权都有亮眼的学经历 年纪最小的他 常常都能最快解题 比方说这一题 用NON三个字母 在空格中填入 有关联的英文单字 等待几分钟内 普京就抢先高考模范声 得到症结 英文难不倒就连数学 普京演示在几乎所有人都放弃的时候 聪明才智让他顺利的通过门撒会的考试 所谓门撒会就是在半世纪前创立于英国牛津 是国际性的组织号称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 想要入会都必须参加 并且通过门撒会所设计的智力测验 全球约有11万名会员 韩国之会则有2500人 普京就是其中一个 高颜值又有高智商 不仅让粉丝更加爱他 也让其他观众赞叹 真的不是只会考外标 TVBS新闻陈静明正常会这么倒 神奇宝贝的卡通推出最新系列 这中文版的配音觉得蛮爆笑的 火焰鸟的叫声火鸟 火箭雀的叫声火箭 甚至出现了有点台湾国语的叫声 小中火焰突然窜出传说中的神奇宝贝登场 不过一开口 中文版配音火焰鸟的叫声 就是一直火鸟火鸟的叫 也让原本气势磅礴的登场 出现大反差 就连小智派出的火箭雀 火箭雀 火箭雀 逼太东西 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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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的叫声网友说听起来像我剑 笑翻一堆人 卡通里几乎每个神奇宝贝叫声就是名字 感觉像是恶搞 另外同样也是三大神鸟的闪电鸟 叫声也很有梗 闪电 这闪电鸟 它好像在生气啊 不仔细听还以为是卡通 我们这一家的花妈 闪电 而这闪电的发音也被网友笑说是闪电还是散电 有点台湾国语的叫声一样让不少人听了笑开怀 闪电 不过这些都是真真正正的中文版配音 冲突感太好笑在网路引发热烈讨论 影片短短四天吸引超过五十万次点阅 而这中文版的配音也让神奇宝贝的系列影集再先热潮 好莱坞的电影魔法精灵讲述的是一群精灵 那么在他们的公主带领之下 跟天敌展开对抗的冒险过程 最后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武器 不过这个手音会非常的特别 我们看到他选在英国伦敦的地标伦敦眼 而且把他变成了七彩的颜色 走来贾斯汀和安娜坎翠克替英国地标伦敦眼点灯 这一案 摩天轮瞬间变成缤纷色彩 七彩颜色宛如魔法精灵 就连手印红毯 也有不少人打扮成五颜六色高耸发型的精灵 无独有偶 另一部电影 列车上的女孩也选在伦敦莱斯特广场办手印会 知名观光景点 附近还有唐人街 除了位子好 人潮也多 打造一个火车月台 把手印会红毯换成火车铁轨 呼应电影剧情 好莱坞洋片不只挨在伦敦手印 也喜欢让伦敦入境 因为近年来伦敦张开双臂 欢迎好莱坞剧组拍摄 不少洋片都在伦敦取景 连地标也变成宣传景点 不只噱头十足也增添亮点 TVBS新闻 徐宽山神景要特别懂 大家看达人手无奇不有了吧 自己的身体当打击乐器 还有人是最脆弱的部位也没被放过 国外达人秀一记接着一记 让很多人有舞台展现自己 我们看到这段演出 表演者的重要部位一直被打被踢 这是要表现一种忍痛的功力吗 算是才艺吗 其实看的人都有点匪夷所思 这段画面一定要打上 请勿模仿 因为非常危险 而且很疼痛 还有一位参赛者赤裸着上身 是把自己的身体当成打击乐器了 我们看到所有人在这里不断地拍打 他都很红了 被打脸也得面部改色 这也是忍痛的功力 提代魁梧的壮汉直直站着 而另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士 用双手不断打击 越打节奏越丰富 人手也越来越多 四手连打到六手连拍 谁也没想到 手拍肉能成为乐器 而且被拍打得壮汉 表情从没变过 直到节奏一转 新花招出现 又是一大惊喜 国外达人秀花招摆出抢目光 但这一绝活 感觉和中国的十八响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不论是赤手拍肚子 还是十八响 创意又有趣的表现 不止评审惊呼 观众笑声也没断过 只是比起来 这国外版虽然被打得 胖男面无表情 却看得痛到台下 观众心里 TVB的新闻 卢洪昌正祥 台北报道 再看到一个模特儿 叫做Barbie 但不要想着 就是那个Barbie 娃娃那样的体态 他身材蛮风云 蛮圆润的 而且大尺寸的他 现在发出了一个 公开的声明 不准任何人 帮他的照片修片修寿 他说大家就应该接受 最真实的自己那个样子 因为他从幼稚园 就开始减肥 觉得太痛苦了 穿着泳衣展现风雨身材 这位19岁的女孩 Barbie弗雷拉 可是很多美国 年轻女孩的新偶像 不管是穿着泳装 还是时髦的短裙洋装 Barbie弗雷拉 大方秀出自己的身材 她不是伸展台上 骨感轻瘦的model 但是一样充满自信 她就因此被美国服装品牌 American Ego的副牌向重 拍了一系列宣传照 追求自然真实的形象 让她一系爆红 Barbie弗雷拉更不准别人 把她的照片修寿 坚持做自己 但现在的自信靓丽 并不是天生的 她也曾试着减肥 从小就是肉肉的身材 弗雷拉自爆 从幼稚园开始就在减肥 但这却让她吃尽苦头 也变得不快乐 之后才慢慢接受自己的外貌 我認為健康是一個一億億元 一個超級億元的產業 不一定要看著你的健康 有健康的方法 有練習 有吃清潔的食物 在我們進行的程序 這就是我們真的需要在 現在搖身一變成為了 時尚圈裡的大尺寸Model 事實上這股蜂潮 近年來不斷席捲時尚產業 在美國頗具知名度的大尺寸Model 艾許利·葛拉罕 還曾登上知名雜誌 運動畫刊的封面 這首次在52年 這首次在52年 他們在我的尺寸上 哇 謝謝 鼓勵女性接受自己的身材 不要再迷信追求骨感美 用錯誤的減肥方式 反而會賠掉健康 我年輕的時候 我年輕的時候是二 然後突然有雜誌 我還沒明白什麼是雜誌 現在有雜誌 有雜誌 現在有雜誌 這有點嚴重 在兩種角度上的重量 這很嚴重 我不是瘋狀態 我不是瘋狀態 我認為我們必須 推廣女性 健康 除了鏡頭前亮麗的model外 一般女性也開始擁抱這股蜂巢 不再因為體態風雨 就限制自己的穿著 不管是泳裝亮色系的窄裙上衣 想穿什麼就穿什麼 告別瘦才是美的就管念 TVB的新聞 綜合不到 而等一下看 這靈活厲害 踢的不是箭子 是沙包 很多人都玩過用手拋接沙包 不過如果換成用腳踢呢 一樣非常厲害的影片 一起來看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